What is the most useless thing you ever bought? Rick Bruno 罗马盔甲 Carolina Zilongka 徒步手帐 我向来很喜欢徒步行走 有一次我报名了一个超出我能力范围的项目 就在米底办研究徒步 就是下面的这座山 是座岩石山 尤其山顶非常陡峭 我不太担心闪坡 因为我知道下坡难度更大 上坡时膝盖承受的压力不大 也不需要保持平衡 以前我下山的时候总是找针棍子 不过我想既然这是正式的徒步 我觉得还是有必要买根徒步杆 我已经带了很多装备 虽然都是必须的 这些装备在上坡时一点用处也没有 不过在40分钟的下坡中 可能会踩上点用处 但是后来我实在拿不动了 就把这两根杆子送给了一个自碎的小女孩和他爸爸 这两根杆子大概花了我50美元 Michael Help 认识一下吧 这是我买的全能机器人 是有史以来嘴最甜 暗蠢的一头糊涂的机器人 他有个遥控器 可以录下你希望他完成的动作 而这些动作就会记录在他胸前的磁带里 结果呢 他除了拿着什么东西 从这里挪动到那里以外什么都不会 你还得确保一路上没有障碍物挡着他老人家 这个东西在1987年零售价300美元 最后的下场却是用来赶走小孩喝梦 路上随便一个矛团 就能让他停下来 我的医院的书店心血来潮买了这本书 买了以后才想起自己还没有小孩 圣诞节我给妈妈买了一只鼻笛和一个锤子 那年我九岁 她收到这样切心的礼物后高兴得不得了 于是把礼物放到安全的地方 和垃圾一起放在屋外面 两年前我花了350美元 倒了一个很上当次的东西 这东西结合了铺套酒驾临时推车和上餐车的功能 两周前我差点把这购玩意给扔了 不过最后还是找到一个人接手 我觉得在店里我很喜欢这东西 但是我不喜欢在家里摆这么一个垃圾一样的家具 使用过一次 就把它放在角落里放点纸和其他杂物 简直浪费 Garic Zito一年的健身房会员资格 那年我去了那所健身房两次 一次是去交定金 一次是去交尾款 从那以后再也没去过 虽然现在说太晚了 我觉得当时还没有做好准备去锻炼 我觉得这样浪费800美元也不错 我很怀疑健身房老板 是不是最喜欢我这样的客人 Mail McGarry 七年前的我还年轻 而且觉得自己能用上这东西 不过我从来没有女人员 这东西自从买了以后 就一直待在我钱包里 对我来说这已经没有用了 况且已经过了保质期 Mando Cooper 完全没用 要切透一个土豆 你要施压的压力大的吓人 如果你真的用足够的压力去切 猜猜会怎样 这东西就断了 Car Logan飞行培训客 我培训的是一家塞斯纳152型飞机 在这之前我一直想成为大航空公司的飞行员 但是后来才知道只有很少部分 有多年其他飞行经验的私人受训飞行员才有机会 大多数航空公司都直接从军队招聘飞行 经过30小时的飞行 我才知道也许我不适合当飞行员 第二块橡皮 有一次我买了两块橡皮 第一块橡皮我用了三年 只是短了个几厘米 我才永远没有机会用第二块橡皮 这个东西 我丈夫说服我额100美元 从百思买搞来这么一对对奖机 他说以后散步的时候可以用来玩 不过每次出门他都忘了拿 就好像丢了100美元 健康追踪万代 他告诉我的东西我都知道 我应该少做 这东西唠了我90美元 匿名用户 这本书叫 傻瓜指南 我花了两万印度卢比 约和现在2018元人民币 买了这些钻石 到现在都不知道怎么用 我没有女朋友 所以现在这些钻石还在我这里